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07分 此刻我们要问您连线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邱伊林邱秘书长来跟您来探讨有关这样话题 就是刚刚志平在节目一开始告诉大家的 晶片室的身份证 明年10月可能就我们就开始这个使用了 但事实上今天要绝标 其中有33亿元的卡片印制案 今天的这个预算今天要绝标 但事实上你知道吗 可能这个身份证还有一些使用上的疑虑 到底有哪些疑虑呢 我们现在就为您来请教秘书长 秘书长您早 主持人早多听听到大早 是谢谢秘书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秘书长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我们要求要暂停绝标的理由是什么 晶片室的身份证是不是还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 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法源依据的问题 我们目前每个人之所以要必须要有一张身份证 那这个法源依据是来自于我们的户籍法 那它主要是这个用于我们的户籍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这个晶片身份证或者呢 我们政府说数位身份证好的 那它未来的这个各项的应用 是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广的 但事实上在应用到其他这些事实上上面的时候 我想问的是说当初我们的户籍法里面 难道有授求我们的身份证用来去做自己吗 或者说我们户籍法当初其实它也没有要求 每个人在你的数位你的网络上面 都必须要有一个数位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上面这个户籍法这个的法源依据 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但今天我们的政府却 我们的内政部在做这些相关的 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规划案 它就是说它要去做所有的法会检视 但是规划案的内容 它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 让全民知道 它的印制案就已经在招标 然后今天就要结案了 就要结标了 那接下来结标当然就要开始印了 那这个程序也会让大家觉得 这么的就是很值得 就是说你的规划案都还不敢 让大家看到内容的时候 也不晓得说到底这个 就是相关的一些法规 都需要再做一些修订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整个 硬直让大家先开始跑了 那这整个程序也是有问题的 那未来如果要做这么多的一些 身份诊上面要做这么多的一些 数位的应用 云端的应用的时候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 这个行政院上面的汇报 他们说这上面的功能 是会预设开通的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选择 你不开通的时候 你就是被预设说 你每个人都要去使用这些功能 那未来我们在这个数位世界上面 就变成是一个实名制的状态 如果说什么东西都被要求 不管是公领域私领域的这些服务 都被要求 要先刷一下你的这个 今天身份证 你的数位身份证 那未来我们在整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网络世界上面 好像变成是一个实名制的状态 好像变成说我们目前本来 其实是并不见得什么事情 都非得要使用身份证的状态里面 未来如果去做一个扩大应用的话 那这些相关的一些各自的控管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明确的 法律依据 法律的授权 这个都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以及这个资料户跟资料户之间 彼此的使用跟串接 也都不是那么清楚的情况底下 那就开始说要全面来推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另外一方面也会让我们担心说 它其实某个程度 它也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国家的 全面监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当然我们也看到说中国 就是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数位身份证 今天身份证 来去达到它的一个全面控管 就是说每个人 它不管是今天搭交通运输 它病理管 甚至它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过马路闯红跟什么东西 它都会显示在它的国家的 这个整个监控的范围里面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 那只是这个政府它要不要这样做而已 可是今天我们的政府 却它只是用一个口头上的保证说 台湾绝对不会跟中国一样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说 我们今天要去确认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会不会滥权 难道只是透过一个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政党的 一个口头的保证就够了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些比较明确的 到底我们今天要把这些身份证 做这样的扩大印的时候 它到底它的法律授权是什么 它到底相关的规范是什么 难道都不需要先说清楚 先检视清楚吗 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预论 是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这评 为您连线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邱一林 邱秘书长 我请他为大家解说 目前我们所谓的这个 晶片式身份证 或者说是数位身份证 在使用上 其实它法源依据 有很大的这个 应该要质疑的地方 而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了刚刚 秘书长为我们的解说 有一些像 除了法源依据之外 绝标的这个过程 的程序是有问题的 还有未来在云端的运用上面 这个每一种这个 应用的领域之间的串接 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好 秘书长也就是说 您的意思说 其实应该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法源 这个法要立法通过之后 才可以来推动 所谓的数位式的晶片 的这个身份证 可是我们看到之前 内政部在记者会里面 其实有告诉大家 这晶片式身份证 好多好处 比如说 这个虚实世界的身份识别 一卡多功能 里面有好多功能 以雄使用这个身份证 其实它是可以很方便的 数位签章 还有这个保护隐私 大家认为这是保护隐私的 还有就是资讯自主 智慧政府的基础建设 提升防卫双重保证 还有就是带动创新应用 跟产业发展 最后这两项 我是觉得有点质疑 好像有点太扩大它的功能 我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它 可是既然内政部说有这么多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说这个身份证可以跟自然人凭证相结合 我们现在报税的时候 明年报税就知道 每个人身上还需要另外一张自然人凭证 我想请教您的就是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 其实这个好处是值得推广的吗 我想如果这个是好处 我想第一个人想的是说 科技它有可能可以被应用在好的地方 它也可以被应用在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有更多的好处 其实某个程度也代表你的所有的这些资料 以及它衍生出来的其他的相关的资料 都更容易被政府所相关的去掌控 那这些东西它也是有代价的 那当然的确啊 如果像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好处的话 那我觉得政府应该是用一个推广的态度 就像今天这个自然人凭证 它其实并不是强迫每个人要去使用 那我们都看到目前自然人凭证的使用的 这个比例其实是很低的 除了公务员被强迫说 你非得要用自然人凭证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一般人像我自己 我们都没有再使用所谓自然人凭证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说政府为什么这么急迫的 想要去把这个身份证去结合 其他这些相关的功能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原本的这个业务的推广 就没有做得很好 他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叫每个人都来去用 问题是当你说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 你不应该是强迫去使用吧 而是你要去让 就是应该是每个人 就是说我并没有那个做一个公民 做一个国民 我没有义务非得要去用这些云端的服务不可 就像您刚刚讲的如果你对于所谓的这个产业的 用在产业的发展 创新的应用你自己都觉得 我不晓得我要用什么 我不晓得我又觉得我有疑虑 那时候为什么我必须要被强迫 我非得要去使用这些东西呢 以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法源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当今天原本的护习法 并没有授权我们的身份证 去做这么多的事情 一卡多宫 还有包括说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智慧政府的基础建设 还有相关的创新应用跟产业发展 这些事情的时候 请问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跟政府 我们的内政部可以强行的来 去推动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疑惑 那再来就是说 之前其实包括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 还有一些专家学生也开过记者会 他们看了这个印制案的招标案 他们甚至担心说 这个招标案里面的这个卡片 它可能会有RFID的功能 那这里面可能会导致说 你的这些行动都是有可能会被掌握 被追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相关的疑虑 难道都不需要去跟全国的人民 来去做说明吗 那今天就已经想截标了 那今天就已经势在必行 我们全人民的纳税钱 33亿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公堂就直接要这样划出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 作为一个强调民主 然后强调这个人权 民主权当然也是人权的一环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这里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 是不清楚的 没错 也因此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疑虑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我知道人权促进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 也跟其他的几个团体 总共有30个团体 他们到了行政院的大门前去召开记者会 表达了拒绝晶片身份证的立场 志平是一直觉得 就是说既然这件事情跟大家有关 那真的是应该大家坐下来 好好探讨一下 从法院开始的探讨 不然的话 等到真的开始实施了 到最后发现没有法院 事实上还蛮糗的 到最后应该怎么禁止呢 事实上接下来我要请教 请教秘书长的问题 也跟法有关 就是我们说如果晶片身份上 可以防范歹徒 或是有心人士 从这个晶片里面去窃取资料 那万一真的有人这样做 他也成功的窃取 因为现在科技很进步 不得不这样说 如果对于这些歹徒 或有心人士 有没有法律的法则去规范他 比如说我现在抓到某某人 他真的做了这件坏事了 那我怎么去处罚他 目前有法源吗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 个人资料的保护 唯一的一套法律 就是我们的个人资料保护法 那当然我们的刑法 或者说这个 你可能有所谓的妨碍秘密 有这些相关的法则 也是都是可以去应用的 相关的一些法令 但是我们也看到 台湾其实一天到晚 都在各自外协用 不管是我们的工部门 我们的私部门 包括像一些企业 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 甚至我们全序部 这个之前59万笔的 各自外协的问题 或者是之前我们的财税部 这个报税资料的外协 甚至是我们的艾滋感染者 我们的卫福部 也是一天到晚 这个之前才发生过的 把他们的感染者的资料 外协的问题 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然后这更不用讲说 我们的企业了 很多企业常常在发生 这些各自外协的问题 大家都在看新闻 大家都有看到 我们也都有法律在规范 请问一下 有哪些企业 或是有哪一个政府单位 真的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有明确的受罚 以及有哪一个被害者 他真的有因为 我们的各自保护法 或者我们的刑法 这些相关的 妨碍秘密的这些证明 导致他外协的时候 他有被受到一些相关的赔偿 或者是补偿 有吗 可能有一些案例是有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 可能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有被外卸了 通常这些被外卸的公司部门 他们会通知说 不好意思 你的歌词被外卸了 然后麻烦你去找律师来告我 很多时候事实上是连我们自己 有没有被侵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新闻说 有这么多的资料外卸 可是这个报税资料里面 有没有我 其实我可能是不清楚 或者这个权序部里面 59万笔的各自外卸 到底里面有没有我 其实我们是不清楚的 那你更不用讲说 后面还要去找律师 还要来打团体诉讼这些事情 对一般的小喇叭来讲 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个是 就是说会导致说 今天好像虽然我们 有些相关的法令 在规范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的各司法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发会 正在检视一些相关的法令 因为我们的各司法 跟欧盟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规定 其实落差还蛮大的 甚至包括说 我们有各司法 可是事实上 其他有各司法的国家 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 独立的专责机构 去监督 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民间的 各司保护 已经落实的情况 台湾的各司法很有趣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 独立的专责机构 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目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管机关 我们只有法律解释的机关 以前是法 我现在换到国发会 然后呢 没有一个专门的 专责机构去做说 相关的一些 包括说这个各司保护的 前途 以及落实 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要施行相关的这些 这么大的 金片身份证 这么全面性的一个 影响个人 这是要非常大的一个 风险的一个政策 我们的政府照理说 如果你今天有各司保护法的国家 有个人之家保护署的 这个单位呢 你就应该要去做 所谓的各司风险的影响评估 这样的一个政策 施行下去 到底在全民的影响会有多大 以及是不是应该要先 有一些配套措施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甚至像告知同意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各司法里面 其实也都有非常多的一些 例外的条件 很多情况底下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这个非政府部门 要使用我们的个人资料 不见得要告知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 例外排除条款 另外就是我们 虽然各司法里面 也有所谓的删除权 但事实上呢 这个删除权呢 也是没有办法被落实的 那我们看到说欧盟的 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在讨论 所谓的被遗忘权的那些事情 在我们各司法里面 也都是没有再提到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些 命运长您的意思是说 其实在很多其他国家里面 都有设专责机构来处理 这样类似的法律问题 大部分的 有各司法的 不管是日本 加拿大 甚至是香港等等 他们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他们就有设了一个专责机构 去推动 以及监督相关的一些 各司保护的事项 包括 就是说你要去教导人民 到底怎么样去遵守各司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时各司法 修法要落实的时候 事实上也非常多的企业 都非常的 一团模糊 大家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去做 才真的不会去违法 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有人去教的 需要有人去宣导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些实际的案例 你都可以去说明的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我们没有专责机构 所以变成好像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单位来去负责这件事情 那很多时候到底这个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违反各司法 就变成说大家都要一直在包含去问法务部 那法务部呢 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说每一个 比如说各个事项他可能又要再去问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主管 相关的一些基本的实际在落实的一些意见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变成是说 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 然后这个法律解释 现在又变成是又一直换单位 本来是法务部 现在又换到国发会 那这个还是蛮奇怪的 然后硬身份证的是内政部 对然后国发会到底对内政部现在 强行要去换 这个今天身份证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国发会他到底 也没有去做相关的一些监督呢 跟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些相关的检视呢 那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会让我们觉得说 对啊我们的确有各自法 我们刑法也都有些相关的规范 但是目前这些法律真的有办法去维护人民的隐私权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打上问号 真的提到了隐私权 秘书长我这边占用你一分钟 我自己切身之痛 就是经常啊 就是因为我的孩子啊 就是正好也在念书 所以我们经常会接到这个电话 打电话来说 请问你是某某某的家长吗 我跟你说 这个小朋友啊 这个学英文很重要 所以呢 我建议你可以送他来 我们这边来学英文 我们不是补习班 我们是点点点点点什么什么什么 互动式学习 跟你说一大堆 这明明就是广告 那我很气的一点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 请问你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 为什么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是谁告诉你 我有小孩子正在念书的 结果对方就完全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我立刻就跟他说 先生 小姐 你已经违反各自法了 我请问你 你的公司行号是什么 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显示的这个 那请问你贵姓 还有你的老板姓什么 请你告诉我 我打算对你提告 结果我话还没有讲完 他就挂电话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像我也常常接到 类似这样的电话 就是 那我现在他们有些还会说 他们只是用电话乱码去打的 他不会承认 对他说 他就不会承认说 他真的有拿到你的电话 所以的确是说 这样的事情真的是 常常在发生的 而且真的就是 大家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 捍卫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权益 受损的情况 真的是如此 所以好来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Misa我来请教你 就是说 这次我们有这么多团体 一块去行政院表达了 反对数位时身份证的 一个立场了 那我们在联合声明里面 有三大诉求 我们利用这最后的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三大诉求 明确的告诉我们的听众 是 因为我们觉得说 现在政府 就是内政部这边 强行要全面换发 揭片身份的计划 在程序上面是 先上车后普票的一个瑕疵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他应该要先暂缓去推动 他应该要先来去检视 整个全面换发 到底有没有必要性 他真的要换发的话 那他是不是要先有一些 比较明确的法律授权 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全面换发 把它换成金片身份证 数位身份证的必要性 到底在哪里 今天我们的政府 他唯一讲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 就是说 真的一定要换发的理由 大概就只有防伪这件事情 防伪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严重 其实政府也没有提出 一些很明确的数字 以及就是说 当然今天如果要 防范所谓的防伪这件事情 是不是非得 只能有从 换成金片这件事情来做 有没有其他一些替代方案 到底我们政府有没有研究过 那以换发成金片的话 到底相关有没有一些 更大的一些 隐私的风险 个子的风险 这个东西都是应该要解释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必须要去 重新来去 有相关的一些 解释的报告 以及来告诉全民的 那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认为公民的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关于 每个人的权益的一个重大政策 这件事情不应该只是由 政府自己来去拍板定案 那我们当然看到 之前政府也办了一些 什么讨论票选 你的外观 今天身份证的外观 要长什么样 这种的 对可是这个东西 这种票选 其实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 票选的结果 也不是最高票的那个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之前政府 有委托 这个政大的 这个学校来去办 所谓的公民审议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可是最后呢 这个公民审议的讨论 的会议纪录 其实现在是全部下架的 也就是说 其实这类的事情 就是需要多一点 这样的一个讨论 可是这很可惜 是说 当时大家花那么多力气 讨论的东西 却政府没有要去 针对说 这个公民审议里面 大家讨论出来 相关的一些履历 去做一些回应 以及去做一些解决 那却直接把这个会议纪录 就整个移除 也没有要放在网站上面 那这个是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到底今天这个政策 有没有所谓的公民参与 今天这个政策 难道民间提出 这么多的质疑 我们的政府都必须要 有相关的一些 就是检讨 以及回复 以及告知人民说 到底我们提出来这些疑问 到底这是怎么样在看待 以及怎么样在处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仍然是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它今天要做 这么大一个政策的时候 它应该要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公民参与的一些相关的程序 那所以这大概是我们 在上次礼拜五的记者会里面 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诉求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礼拜 不只是今天这个硬质案 分子三亿的硬质案要截标 另外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政党协商也会开始要去审查 这个即便身份证的预算 那我们也会呼吁我们的全国人民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 跟我们全国的这些各指导户 资讯安全 甚至它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很大疑虑的话 那我们也呼吁说 大家其实可以去跟你的这个 不管是你支持的政党 或者是你的立委 可以去要求他们去 是不是可以要求先暂缓 这样的一个预算 那这个也是我们 接下来会去做的事情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邱依林 邱秘书长 来为我们解说 有关于焕发晶片式身份证这件事情 目前该有的疑虑 民众该怎么做 我们都做了详尽的说明 谢谢 谢谢秘书长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 谢谢